最近天气变化大,不少本来就容易皮肤过敏的民众应该跟着苦不堪言,尤其是有寻麻疹的更是苦不堪言,因为有种类型的寻麻疹患者只要接触冷空气就容易导致过敏,身上冒出一片片的红肿又起痒难忍,可说是相当痛苦。 寻麻疹因为常常来的突然,因此又被称为疯疹,是由过敏反应导致的皮肤疾病,也是常见的过敏症状,发作时皮肤会出现红肿,骚痒的蓬疹,伴随热氧感,台湾大约20%的曾经出现过寻麻疹,女性的发病率比男性要高一些。 寻麻疹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,急性的寻麻疹,常见的诱因有食物、药物等等,吃了海鲜、坚果、牛奶、芒果等等,或者服用抗生素、止痛药等等,都有可能诱发急性寻麻疹,但仍有超过50%的急性寻麻疹是找不到原因的。 而慢性寻麻疹就更难找到原因了,除了上述的过敏源外,过度皮肤的刺激,剧烈运动,流汗,压力,情绪,荷尔蒙变化甚至是癌症都有可能诱发寻麻疹发作。 有些医师在临床上也观察到某些慢性的发炎或感染,像是鼻痘炎、肺炎、慢性肝炎、蛀牙、阴道发炎甚至是香港脚等疾病如果被治愈之后,慢性寻麻疹也会跟着不要而喻。 而免疫系统过度激烈导致的压力、免疫失调等等也会引发慢性寻麻疹,时间会持续6个礼拜以上。 寻麻疹不是大病,也不会传染,但出现的话让很尴尬。 国际认定的治疗方法,还是与饮食有关,比如滴水阳酸饮食,尽量不要吃柳丁、奇异果、菠菜等等,这些水蔬果菜富含水阳酸,会让病情加重。 另外像是膏组织暗食物也会加重荀麻疹,所以坚果、凤梨、香蕉、带壳海鲜、加工食品等等也暂时不要吃了。 而当出现荀麻疹症状时,总让又痒又痛苦,这时该如何化解症状呢?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不要用手抓,因为万一抓破很可能导致细菌感染。 皮肤科医师建议,如果痒得受不了,就轻轻拍打,或者局部冰敷,都很有效。 发病时应避免外界刺激,洗澡水不要太热,尽量不要穿紧身衣裤,注意保湿,远离烟酒。 荀麻疹真的是让超崩溃的一种过敏症状啊,切记如果出现荀麻疹的症状时,千万不要用手抓,免得抓破皮导致细菌感染,反而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哦。 分享出去,让大家看看这篇文章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